所以如果要做避险的话 是不是国防概念股 那副总继续观察 第一个部分 避险的一个概念 我必须要先跟各位强调一个大的前提 这个大的前提指的就是说 你在今年的选股 建议投资朋友 你要选择相对那种在低档盘很久 那种底部的股票 因为去年有太多的股票 股价都涨得非常的高 包含了散热 包含了PCB 包含了像一些 其他的一些很多的族群都是这样子 也包含了PA 意思就是说 你当整个加权指数 可能在今年比较震荡的情况之下 也稍微有所震荡 那些比较高位阶的股票 因为筹码上的一个因素 可能一跌 可能就跌了两成三成 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说你选择 是那种长期底部打非常久的 纵使受到指数盘命短线上震荡的一个影响 因为它底部打了非常久 再跌也都很有限 所以你今年选股的一个大的方向 就以这种底部 大的底部的股票为主 那至于在国防概念当中 其中我们先来观察两档个股 第一个先看2634的一个汉翔 在2634的汉翔当中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会把它的这个时间拉长来看 你会发现到它也是低档盘整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那它整理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然后最近开始有一段冲出之后 然后在上个礼拜稍微有些量说压回 那其中背后的利基点 我想各位如果最近有看新闻都知道 就是说因为F16美国要把F16的这个维修中心设在台湾 那其实从这一次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发现到它对于台湾的一个战略地位 是有所做提升的 这个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很少去看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一个汉翔的一个长期底部的一个利基点的一个存在 另外再来就是说2208的一个台船 2208的台船其实你看它的一个走势图 你也会发现到它也是低档整理非常非常久的一段时间 但是你如果观察它的一个业绩的成长性 你会发现到从去年的一个7月 它的营收都开始出现年增两位数以上的一个成长 其中主要的根本原因是来自于 因为从2020年开始 整个国际的一个燃油的一个用油 环保法规的一个关系 所以会变成说有一些旧船要陆续淘汰 就像这个台船之前也公告说 这个阳明海运的一个实骚的一个订单 会在今年开始陆续交船 这个是第一个台船的利基点的一个机会存在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于说 台船的一个部分本来就是国防当中的一个概念 因为国建国造的一个这个专案 也是由台船来去做负责 目前就我们所了解到的是已经现在已经先 刚刚开始正在做盖场 然后准备后面要造船的一个动作 那再来就是说第三个重点在台船的部分 它是主要在去年年中下半年的时间 也已经接到这个所谓国家政策当中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风力发电的一个水价基础建设的一个订单 所以今年的一个台船 也不外乎你会从去年7月开始看到它的营收 开始陆续呈现两位数以上的一个增长 这个主要就是这三大的一个事业线 开始贡献它的营收成长性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中国要去美国化的一个大的战略 在刚刚有一则新闻有报导说 美国封锁了这个禁止出口 AI相关的这个应用或者是产业的科技 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如果说 你在未来要突破它的技术水准 其中依靠最大依靠的当然绝对是来自于台商 所以像台商当中的这个2388的一个威胜 威胜就已经在先前已经跟这个中国的造星 签约授权相关的这个授权的一个架构 IP的一个架构给造星去研发新一代的CPU 那最后6139的亚翔 则是在中国积极要抢进半导体的这个区块当中 无成事的一个概念会受贿的一档个股之一 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只要学会了一个概念跟操作 手上多几道工具 学会了避险策略 那市场不管怎么变都不用害怕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到节目的现场 也感谢您的收看 提醒大家订阅非凡商业台的YouTube频道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